鼓勵优秀年轻的人一起跟国民党打拼 共同打造更积极的未来 国民党主席吴敦毅定处要积极培养年轻人从政的目标 在9号上午召开的第20届中央委员会议上 国民党如何打2018县市首长选战备受关注 尤其新北市跟台北市的摊头宝 新北市会不会直接征召副市长侯友宜 胡敦毅说的确有人建议过 民调当然有很多种不同的状况 你也可以全民调还有比较跟交叉 那还有纯粹就党员同志的民调 那这个有各种的不同的做法 我们会用最周全的方法来处理力求公正客观 有人这样建议 但是党总是要考量嘛 总是要考量 有些会先 有些会稍微慢 都是以团结制胜为目标嘛 好 谢谢 谢谢 你不担心新北任何一个选将拖党参选 蛤 不会担心 如果没有党选的话 我想任何政党都会有这种顾虑 但是只要是公正客观大公无私 那也就是尽最大的努力 国民党只要不扯后腿 我们成功的机率就变得很大 那这一点我想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当然我想公平的这个初选可能是确保 大家不扯后腿的一个方法 最好的方法 好不好 谢谢 那你觉得讲话刚才是怎么样 因为有人觉得说他才刚刚单位 我没办法针对各一的候选人来评论 那但是我总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这个整个制度如果是公平的 公开的 那就比较能够确保未来不会有很多人扯后腿 国民党不扯后腿 国民党要赢的几率就很大